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师说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大家到各个暗场去 或者是各个接待中心,你都会想要了解的 很多接待中心会告诉你,我买菜送葱喔 买菜送葱的意思就是,我可能有标准配备 或者是我可能有精装修 可是一般民众他听到说,我标准配备是什么 比如说我是头透的卫浴啊 或者是我是很好品牌的厨具啊 但是这些其实背后还是暗藏了一些密码 今天我们邀请到专家来帮我们剖析这些密码 你不要傻傻的被骗了,他告诉你我是头透的卫浴 难道他就是最顶级的头透吗?不一定喔 今天我们欢迎全地产执行长白毅房产教练 来帮我们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 詹哥,各位詹哥老师说的观众大家好 嗯,好,其实那个台北市地震局 他们每季都会统计了就是预售建案的买卖地形化契约 那他们会针对几项重点来进行查核 其中合格率最低的除了第一个是有可能是房地标示跟停车位的规格以外 建材设备跟他的厂牌规格通常也是合格率最低的其中一个项目 对,那其实大家会比较容易关心的 不外乎就是卫浴、厨具、玻璃器密窗或者是一些家电的部分 其实这部分建商是可以有他很大发挥的空间的吧 对,没错 我们先从卫浴来看 我先讲其实所有的建材都一样 就像我们买手机会有iPhone Pro Max 会有iPhone Pro 还有就是中低阶款式的什么SE啊什么的 其实建材也一样 会有所谓的高低等级 即便同一个牌子就像同样你买苹果的手机 它会有高中低配 以刚刚就是詹哥讲的就是TXTX这个牌子 不是,刚刚我已经一开始就讲了 对对对 这个牌子呢 它就有分所谓的东南亚产的跟日本产的 那它就是完全天差地远的价格 还有呢就是它同样是免制马桶 它也有分 比如说呢最高等级的呢 就是有什么电解水洗屁屁 还有音响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种是最高等级的 那有一些呢就是只有自动先盖 但它也是一体的 就是全自动马桶 另外有一种是只是一个盖子免制马桶盖 放上去的 那那个是最便宜的 所以免制马桶就有分全自动跟盖子的 这两种 所以一般民众如果说他听到建商说 我们配备的是头头的免制马桶 那他可以怎么问他 那你就要去看说 它是全自动的还是分体式的 它的价格差距会很大吗 会差一倍 差一倍 因为一个是普通马桶 只是加一个盖子 那另外一个它是无水箱的设计 那它可以有自动先盖啊 还有其他的功能 对 这个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刚刚了解的这个 头头这个品牌 它是一般消费者 在进到一般的接待中心 会比较容易听到的一个卫浴的品牌 对 但是其实你买的建案的类型 或者是它的价格带 不同它的所配备的卫浴 应该也有差距吧 对 因为我们大概会分成三种 第一种的话就是国产品牌 那国产品牌通常来讲 台北市的案子 如果它是配国产品牌 这个建案就是 不用刑 就是很省 不要说不用刑 很省 很节约 它花很多钱在买地啦 很节俭啦 对 那国产品牌呢 大家比较熟知的 大概是合成 就是HCG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凯撒 还有一个 大家可能已经忘记它了 而且它换了一个名字出发 它叫做Alex A-L-E-X 那它原来叫什么 它原本小时候大家都知道的 电光牌 电光 电光牌 大家小时候都听过 它取了一个好洋气的名字 对 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就以为 它是不是这个进口品 可是Alex也算是一个菜汽牙名 它为什么不取一个名字长一点 Alexander之类的 有厨具 厨具的话就有厂牌比较聪明了 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个Sivago 对 就是很多人是说Sivago 那那个其实是樱花 在意大利买了一个厂 那它本质上 对 就是它因为是樱花投资的那个厂 但它通常会打意大利 对 好 你刚刚讲的又是国产 那还有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分别 对 那日本的话呢 就是像Total Innex 跟Panasonic 对 那这几个 但我要说 其实Panasonic 它的就是卫浴更新的速度非常慢 所以它的那一些设备很多 有一些是已经进了差不多将近十年了 对 所以都是旧款的 新款的其实都很多都没有进来 对 那欧洲的话就是像Duravia Colar 或者是Growhead这种欧洲的品牌 欧洲品牌一般是不会在首购产品看到的 欧洲品牌通常台北市的案子比较用得起 还是用得到 对对对 那如果是中南部的话 几乎都是国产品的天下 所以如果我硬跟建商要求 我要换欧洲品牌 建商不会理我 建商不会理你 因为不同的品牌施工的标准不一样 对 那不同的品牌像Total 或者是欧系的 他们的就是很多施工的位置不同 所以建商他因为是大规模量产 他不会去帮你更换品项 一定不会 那如果我是那种比较疑花的消费者 我就说那不然你把我这个卫浴敲掉 我不要 我想要换成欧洲品牌的 那建商有办法折价吗 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退账 就是把建商给你的东西退掉 因为建商是大规模团购 所以建商拿的价格很便宜 那即便我们过去就有遇过消费者退掉 然后后来他想一想还是要去买 结果他花了多一倍的钱去买 你说买同样的东西 一模一样 那他当初为什么要退掉 因为他原本想说 这个房子不想要 能砍一点价格 对对对 他原本觉得他全部都要自己做 然后那个案子 我那朋友买案子在新装 对那因为他当时买 后来新装价格往下修 然后他就突然觉得 他要花这么多钱的装潢 然后而且这个房子已经叠价了 所以他后来就是又觉得 不要用这么好 所以那还是用回原本 哦好 那比方说刚刚讲到的是卫浴品牌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可能 一定都会配备到就是窗户 那窗户其实有分很多气密窗啊 就是可是大家听起来就是 有点母煞煞 因为他的规格实在太多了 对其实这个就跟大家 大家讲到气密窗 就像我们在讲拍照手机 但你也知道每只手机拍出来 效果都不一样 有的很漂亮有的拍出来很苦 所以不要只看气密窗 你要去看他什么呢 要去看他隔音的分贝数有多少 这要怎么看 哦你就直接问他们 对到底隔音隔绝 可以到多少分贝 比如说有些是只有10分贝 那那就是很烂的 10到15分贝 那个就是很烂的 那18到20分贝以上 我们才会认为是一个 比较好的气密窗的等级 对最重要还是看数字啦 就像我们拍照手机会讲几万画素啊 对对不对 甚至有上亿画素 对对对 所以你千万不要只被那个品牌 就就相信了 因为他也是一样都有高端低端的产品 会有落差 对那玻璃的话呢 就是大家可能会看到 什么low-e玻璃 焦合玻璃 其实那个我就会用比较白话文来讲 low-e玻璃 就是镀膜玻璃 就是讲镀膜大家比较理解 就是上面有一层膜 它可以透过这个膜增加 就是热量的反射 紫外线的反射 那焦合玻璃呢 就是负层玻璃 就是好多层连在一起的 有两层的 有三层的 这样子 对这个就是让大家去看 那孰优孰劣呢 孰优孰劣 low-e玻璃是比较贵的 当然通常low-e也会伴随着负层 所以是A加B 负层就会是 它不见得有low-e 但low-e通常一定会搭配负层 那如果说是一般的 首购的产品 或者是对比耗栽来讲的话 这个玻璃跟气密窗的配备 它应该也会有相当的差距 对 我们会建议 玻璃最好它的厚度 如果它是要一个比较好的 最好能够到8米以上 那如果是负层 通常还会写4加4 但这个也是很低标 我认为如果比较好的建案 台北市 你那么卖三位数的建案 你至少要给人家个什么 5加5 6加6吧 对 那再来就是建商 通常会配备好的就是厨具 那厨具它应该也有它的等级 或是它的品牌上的差别 对 厨具来讲的话 通常普遍上一样 国产的厨具 日本的厨具 欧洲的厨具 大概等级就是这样分的 欧洲厨具还是最贵的 对 尤其是什么德国啊 意大利的厨具 那规格都是比较高 价格会高蛮多的 那日本的厨具其次 再来的话就是台湾的 对 那在这边呢 其实我们会建议大家 厨具呢 你要看它主要有5个成分 就是它有5个部位去构成的 第一个是它的柜体跟桶生 柜体跟桶生也就是我们讲厨具的结构 柜子的结构 第二个呢是门板 门板就是我们开门的那个门板 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台面 就是我们切菜的那个台面 那第四个呢就是水槽 第五个是电器就是排油烟机啊 红碗机洗碗机啊 瓦斯鲁这些我们叫做电器 这五个部分 我们先讲柜体跟门板的部分 要先跟各位讲 我通常都会讲业界实际的状态 有一些厂牌其实它表面上是进口的 但实质上是台湾加工的 哦 现在台湾人很多很迷信日本品牌的储具 对有一些品牌呢他们是国外进板材进来 然后在台湾去做加工组装 那在这里怎么分辨 就是呢它写的是原装原贵 那表示它是一个一个的被送进来 是做好的送进来 但如果它只写了板材是哪里 那这个就表示它是在台湾加工 这会写在哪里 这个会写在哪里 你去看它的文宣通常可以判断的出来 它如果写的是日本板材或欧洲板材 那这个就是台湾加工的 哦 对 那如果它写的是原装 那它应该就要是一咖一咖做好的送进来的 所以如果当民众看到这些文宣的文字 比较模糊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问代晓 就是这上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甚至有些品牌是有分就是日本出的跟台湾出的 哦 你说同样一个比 假设同样一个日本品牌 对 有些日本品牌的冷气啊 嗯 他们也是有分台制的或者是日制的 嗯 这个会差价 价钱差蛮多 通常进口的会比较好 对 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刚刚讲 可能门板跟桶生不同牌子 嗯 这种也是有的 嗯 嗯 嗯 门板跟桶生不同牌子 这个是有 然后或者是呢水槽 他们如果像日本的水槽 他们很强调静音 嗯 就是水开下去不会蹦蹦蹦蹦蹦蹦蹦 它会比较静音 那有一些呢 他们为了cost down 它可能水槽就换成便宜的 嗯 那就会比较吵 或者不耐刮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嗯 那电器 因为电器就是比较容易分辨 就是哦 它会有怕牌子 比如说bouch啊 铃内啊 这些它就有牌子 电器比较容易辨认 哎 那么多的妹妹嘎嘎 民众要怎么样去分辨清楚 我到底在某一个地方 会不会被建商骗 就是问清楚 嗯 然后记录清楚 有没有几个是必须要问的 你建议 我建议哦 嗯 就是第一个要问的就是 你是不是我们刚讲的 你是原装 嗯 对 你是不是原装 嗯 第二个的话呢 是你这个是桶生跟门板 都是同一个牌子吗 嗯 对 因为万一不一样 嗯 那再来的话就是 哦 你的其他的配件 是不是都是原厂的 嗯 就像我们手机壳 也是有分原厂不原厂 对 这些配件更不用说 也是有台制的 OK 好 那最后我们就想要了解的是 其实现在很多 买房送家电 他都会强调说 哎 我是十件套 十二件套 就是听起来就是很澎湃 这样子 可是我们获得这些家电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地方 好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很多建商 他们会标榜送冷气 对 但是送冷气呢 不见得是室 因为冷气有室内机跟室外机 对 有些建商只送室外机 没有送室外机 这什么东西 只送室外机 嘿嘿嘿 我以前就遇过 然后呢 那因为他如果只送你室外机 室内机 你只能跟他买 因为外面很难单买到 然后你就只能跟他指定的厂商买 然后卖你去卖比较贵的 这个地方可能又回考你一笔 对 对 所以会有这种状况 送冷气一定要问 室内机室外机都送吗 还要问清楚是一对二还一对三 对对对 这个真的会有差 真的会有差 那冷气比较常见是这个 那其他的话就是家电啊 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他的家电送给你的 他的保护期有没有比较短 哦 嗯 他的保护期有没有比较短 因为有些家电保护期是比较长的 还有就是呢最常见的是 他送的是旧款的 哦 福利品 嗯 对就是会有这种状况 他是去order那种仓库的旧货 嗯 那这种最好是问的话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不要只听到说 啊有送那个冰箱就很开心 结果殊不知那是三年前冰箱 嗯嗯嗯 款式都不一样 对对对就是清库存的 给人家清库存的 对还是要问些 那再回到我第一题曾经问过 就是很多买方会说 那我这些家电都不要 我要换成你房价有一些折底 嗯 这应该很多人会问吧 对这个蛮多人会问 但这就要看建商 因为有的建商可以给 可以给就是换钱 有一些建商不行 嗯 对就像有些建商 我现在听说 有些建商连课便都不给的 哦 像这种建商他就绝对不会给 给你换 而且我有听说就是 他这些家电 他说都不要 然后建商算一算 计算机按一按 然后说好那扣10万 总价扣10万 其实这样听起来没有扣掉很多 对所以我说的其实不太划算 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真的觉得 这些建商配的建材 不需要的话 我建议你 考虑看看卖给设计师 或者是自己上网拍卖 都比在退给建商来的划算 哦 这也是一个方法 因为大家第一个本能想到 就是我要杀价 然后就会从这些 可以移动的东西先杀价 对 但是其实你自己去 把它卖掉可能赚的会比较多 对啊举例来讲 好像之前我们就是 有采购像扫地机 那扫地机我们拿的价格 就是是外面的 因为那就是 差蛮多的 你不敢讲对不对 刚才有稍微吞一下口水 都说差蛮多 对不能说对 就是会差蛮多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你不要不拿 因为你拿了拿去转卖 还是可以卖一个 不错的价格 对你可以一一上网去查那个型号 在市面上到底可以卖多少钱 对对对 因为你你真的说 你直接退给建商 真的就是拿不到多少钱 对 你讲白话 你整间退成毛培 你什么都不要 你可能只能拿回 三十万四十万 绝对会 但三十万四十万 你光坐一间厕所就不止了 对 所以千万不要 有道理 好 今天谢谢教练到节目中 来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有关于建商所谓配备的建材呢 你到底可以多了解些什么 那他配备给你的同时 你其实可以多问一些 有关于这些配备的问题 以免你被配到的是刺激品 你也不晓得 当然有些人会想说 我从中看可不可以 凹到一些折扣啊 或什么 比如说我不要这个 那我可不可以凹到一些折扣 但教练也告诉大家 是尽量不要啦 不划算啦 不划算 感觉非常不划算 这样听完之后 不如你自己辛苦一点去自己卖好了 但你应该不能把那个马桶拆下来自己卖啦 没有 马桶的话就是怎么样 你知道 一些建材你可以跟他讲 我不要安装 放在旁边就好 放在旁边就好了 然后那你如果要卖的 要买的你就自己来载 对自己来载 不然应该也没有快递 不然其实你可以卖给设计师 因为我们在建材这件事情啊 设计师 建商拿的价格是最便宜的 其实这是设计师 这中间还会有不小的价差 我这集其实蛮多干货的 今天谢谢教练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